相信大家都是看我币圈视频而认识我这个人物87man 对,就是那个号称马来西亚最多迷媚的男人 AKA币圈男生的那位 讲到投资理财,我不是专家 所以我也不会给你任何的投资建议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问问你 如果一个拥有一百万的人 跟一个拥有一百亿的人的投资方式会一样吗? 又或者说拥有一百亿的人的投资方程式会适合一百万的人吗?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不是 比如好像工作的 为什么有很多工作的不喜欢巴菲特的投资方程式 因为他的投资方式 他的钱那么多,他一年10%就够了 我们的钱少,我们一年10%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折腾的事情是不是? 所以我也始终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自负的formula 如果有那他可能是骗你或者要卖你课程 如果真的有formula的话,这样世界上这么还有穷人 然后相信大家都对我的视频都是讲啊 关于币圈的 你只需要USDT入金就可以开始你的美股跟港股之旅 然后如果你入金300美金的话,300USDT的话 你就是平台的VIP 平台的VIP可以享有非常多的福利,到时候你可以 可以进去他们的Telegram你就会知道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的邀请码 然后来注册这个HabitTrade 然后 你自己填写邀请码会比较麻烦一点对不对? 然后我下面有放了一个专属的链接 也只需要你通过我的链接注册 然后你只需要充值一个300的USDT 你就是自动变成VIP 我相信你 你们可能有听过很多个平台 至少要进一个5千 1万 5万 这样子才会成为平台的VIP对吗? 我帮你们拿到一个福利就是 你在HabitTrade只需要300USDT 只需要入金300USDT 你就自动变成VIP OK 然后 VIP可以 可以 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呢? 最主要我觉得最好的就是 你可以获得官方 的投资研报 个性化的支持 你可以一对一 也可以 客服可以跟你一对一 在Telegram OK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 你还没有开始港股或者美股 的话 为什么 我顺便分享一下 我身边有朋友 他想要投资美股港股 但是他有一个 有一个东西阻止着他 就是我这个朋友呢 他没有Credit Card的 OK 他没有Credit Card的 他也不想用Credit Card来刷 去入金 这些 股票交易平台 OK 所以 这就是对他最好的选择 就是进USDT 所以 他在我的 口中知道这个 他非常开心 为什么? 因为他一路来在币圈的 所以进USDT对他来说 所以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OK 所以接下来呢 我就要跟你分享我的 资产配值 OK 资产配值 怎么说 怎么说资产配值呢 就可能 就打个比如啊 如果你没有投资股票 那些的话 你不要拿那些股票来讲 你 你 只是讲你个人的话啦 通常人家都会 哦 薪水 通常我们在市面上会听到的就是薪水 你拿薪水出来 比如你的薪水有 2000码币 然后2000码币你怎么分啊 10% 可能20%是拿来开销 然后20%拿来做什么 30%拿来做什么 30%拿来做什么 我就跟你分享我的 资产 之前 跟现在还有未来的 资产配值 准备好了吗 OK 在我分享这个 资产配值之前的后 记得通过我的链接注册 Habbit Check OK 我先讲现在吧 不是讲 之前 之前我是拿 90% 是 是放在币圈的 然后 18%是现金 我这里忘记写 8% 不好意思 OK 90%是币圈 18%是现金 我刚进来币圈的时候 所以我之前有跟你们分享过我很惨痛的经历就是 自从我投资了狗狗币我的生活是变得越来越困难 为什么 因为几乎我90%的钱 都在狗狗币上 然后狗狗币 过后发生什么事情我相信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这就是 最不好的示范 我希望大家可以警惕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投资的话 真的要警惕 我这次过来人 永远不要听信任何的 消息 然后 当然 消息只给你做参考 不要 麻木的听消息 消息而去all in 你想想看 90%丢狗狗币 几乎是all in了各位 是不是 然后幸好我已经度过那几个月的难过期了 我在别的 地方想办法把 把这些狗狗币的钱赚回来 我现在过得还不错 所以说 不要乱来 然后我现在 现在是什么样呢 我现在是50%在币圈 然后50%是现金 会不会觉得我手上握的现金有点太多了 是不是 等一下后面我会 给你知道为什么我手上握的 现金 那么多 OK 然后顺便分享为什么50% 50%呢 因为我之前都是 啊 就是我讲我在这里输了输了很多嘛 然后我过后 赚了一点我又再帮进去 然后就 5050哦 对我来说比较安全一点 现金多一点在手 对我来说是安全一点 后面我会讲 为什么 未来呢 未来我的brand就是 当然记得啊 这只是我的brand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啊 OK 记得记得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啊 我接下来我会分 30%是在币圈 30%是在股票 40%是现金 哎 你会不会觉得哎 现金 持有 还是 有点多哦 啊 为什么啊 我就告诉你 OK 我告诉你为什么那么多 OK 目前你看我的资产配置就是这样子 实际上呢 啊怎么说呢 你会觉得我在币圈哦 抽了一点 钱出来来放股票 是啊 啊 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 实际上我们能在比特币目前这个阶段接触他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 因为你只需要购买 持有就可以了 可是你想一想哦 如果你之前是 啊 如果你现在是 刚进入币圈的现在你每个月买100USDT的BTC OK 你现在会是多少钱你要想一下 可能很多人说 穷的只剩下币 你想想看如果你每一个月你定投BTC的话 你觉得你觉得你现在BTC有超过你之前的amount吗我相信是 没有除非你的定投的日期很美 才有机会 所以说不管怎样币圈维持之前的增长是非常比较难的所以我们 过去的历史已经过去了 所以你看啊2013年啊波动最大是50倍2017 牛市的时候20倍2020到现在呢也是10倍 相信大家都 清楚的记得2021的年头的时候 很多币都差不多 接近10倍 这样子 然后当然 但币圈的增长 造就了 很多人收益 OK 也有很多的 技术和金钱 进来 所以你会看到 元宇宙啊 你会看到 web3.0啊 你会看到 到啊等等 然后 当然这期间你也避免不了很多骗子进来 这就是 去中心化的 一个不好的点就是 几乎没有什么 啊条件 都可以进来 所以说 未来会不会设立一些条件 或者设立一些 方程式才可以 成立一个币 我们未来拭目以待 如果 币圈要走入 走入市场 这个东西一定要去 做出来 然后 你们也 也要清楚一下 币圈不是 永久的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 模 你会看到有很多倒币 对吗 当然币圈也是的 你也要 清楚知道 之前有其实有很多币已经不在 市场上 已经不在市场上了 整个团队已经瓦解了 还是什么 所以 会不会被淘汰呢 我们就 就可能我们就要去 去 仔细的 想想 然后 应不应该把 一部分的钱放在股票的身上来 分 担我们的 风险 OK把我们的风险降到最低 虽然说 百倍啊千倍啊 很吸引 但是 你这一年来 你投资的 币啊有哪一个是 超过千倍的你告诉我 你听过的 就可能有 但是你要知道吗 你要找一个千倍币 百倍币啊 是多么难的一件事 比重码票还要难 所以说 比重码票还要难的话 你不投资 你不你不买码票而来投资 币圈的 所以我们不要说幻想 你会买到的币是千倍的 不要去幻想 那 通常 会跟你讲百倍币啊 千倍币万倍币的人呢 都是 这个项目的后面的人 他才会这样子跟你讲 为什么 因为他不跟你这样子讲的话 你不会投更多钱进去 所以 币圈 水很深 大家要小心 股票的水 当然也很深 但是 但是他有一定的规范才可以进场 而不是说水水遍遍都可以 上市 水水遍遍一个公司都可以上市 没有的 一定有一个方程式的很多 文件要签等等才可以上市的 不像币圈 一个代码 开 就可以 交易了 所以是非常莫名其妙的 OK 当然接下来如果你想要跟我一起在 啊 股票市场 接下来如果我有时间的话 我会多拍一点 关于美股的 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学习 然后你也可以 啊 通过我的链接注册 Habitrade 然后 Habitrade有一个好处就是接受USDT入金 然后Habitrade他大概是这样子 OK 有Google的 有App Store的 OK 然后 你也可以进他Telegram 然后是接受USDT的 然后当然Habitrade的还有很多YouTuber都有分享的 我看到有一个 都是 大YouTuber分享的 看到都是几万几万的Follower的YouTuber在分享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 关注一下 好 Habitrade 目前 就只有他 可以 进USDT OK 然后 讲到 讲到最后呢 啊 对讲到最后就是有一个点了就是你 你们会觉得我的现金池有很多对不对 OK现金池有很多其实有好几个点啊 第一个点就是你有现金抄底 所以我之前90%直接丢进去币圈直接all in了我完全是没有钱去抄底了 看到吗 现在我是完全是如果 币圈有本事跌90%我有本事抄底的为什么因为我50%是现金 看到吗所以现金在手非常重要各位 所以不要不要想着all in因为世界上没有那么好的事情 你看回之前比特币 涨的时候 才那几次 你会那么准 在他涨之前 进场吗 啊 没有 就算高手也猜不到 好就好像最近的战争 谁都猜不到的 OK 然后 当然 我手上有现金还有一个 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是打工资 我是一个生意人 我需要很多现金在手上 周转 OK 然后 最后呢以上是我的 资产配置 希望可以给你做个参考 记得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好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属资产配置 然后最后 最后最后最后记得注册Habbit 300个USDT就可以进来VIP 然后我会把链接 放在下面的说明栏 OK就这样子 谢谢你们 希望未来你我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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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